比赛的战绩也很穷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组场还是客场 我们尽量可以帮球队赢球 青岛想赢球 麦蒂盼胜利 可人家江苏手里也没有余粮啊 不过无论怎样 球迷们的支持始终没有改变 在微博中强调 绝不会离开的麦蒂今天依旧首发 而比赛开始后 正是他的突破连连给队友创造机会 李涛一上来四投三中 帮助青岛队暂时领奸 而首节麦蒂也贡献了 11分四个篮板和三次助攻 不过谁都不愿做对手首胜的垫脚石不是 落后的江苏在第一节就派上了双外援 也及时叫了暂停 而这次暂停还真起了作用 哈里斯手感热了起来 江苏也逐渐将比分追上 然而最近几场气势不错 只差赢球的青岛 已经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了 麦蒂的空中接力爆扣 和鸭绍超远距离三分 不仅仅让他们在首节23比22领先 更是在心理上占据了优势 第二节青岛队替补出场的丹尼尔斯 发挥同样稳定 这样坐在场边的麦蒂 可以踏踏实实的歇一会儿 而江苏队换下哈里斯的赛勒 想打开局面似乎并不容易 所以哈里斯还没坐热椅子 就又登场了 当然除了外援的稳定表现 今天青岛队其他人的发挥也不错 陈开在这一节找到了手感 得分也达到了两位数 青岛队一度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14分 分场结束前两分钟 江苏队的暂停再次起了作用 他们针对陈开做了防守 将比分追进 53比46 青岛队领先7分进入到下半场 下半场迈迪重新登场 球队的领先减少了他肩上的压力 精彩的爆扣也是越来越多 不过看赛勒在暂停时的状态 就知道江苏还有应对招数 果然哈里斯和梦达的连续三分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迈迪从走下场休息 到不得不重新披挂上场 连半分钟都没有 而青岛也一度被江苏追成73平 好在随后卖地的助攻 帮助青岛队稳住了局面 前三节青岛队83比74暂时领先 距离他们的赛季首胜越来越近 最后一节 虽然哈里斯依旧在疯狂地刷着数据 也曾帮助江苏队将比分追成95平 但是关键时刻 青岛队终于顶住了压力 106比97 迎来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 不挡的 未经许多元 不挡的